说到天佑,我相信关注点直播,关注点娱乐圈,经常玩快手的朋友肯定知道天佑是谁了。人称快手第一人,在快手。他说第二,没人敢说第一。天佑凭借这一首喊卖歌曲一人我独影最叱咤直播界。在当时其传唱度之高,无人能及。 薛之谦的绅士,周杰伦的告白气球传唱度都没有这首喊卖歌曲高。其粉丝数量超过4000万,人气一度超过许多一线明星。当今人气居高不下的华晨宇经过摸爬滚打好多年。目前粉丝也就3000多万,可想而知,4000多万是个什么概念?天佑最红或红到什么程度呢?就拿周杰伦周董来说吧。 众所周知,周董也是个电竞爱好者。当年直播英雄脸的时候,观看人数70多万,可以说是很高了。然后天佑一次生日直播时,观看人数高达187万,差不多是周董的三倍。天佑在直播借捞金能力超级强,直播的时候,平均一秒钟280块人民币。 有钱之后的天佑开始膨胀起来,狂傲不羁。任谁都不放在眼里,谁人都敢对。 金星老师曾经吐槽说天佑的喊麦低俗。没什么技术含量,然后天佑在直播的时候直接回对,你个男女不分的老妖婆。 有啥资格来评论我。后来又在综艺节目明日之子上。天佑作为毛不易的帮唱嘉宾,演唱结束后。 杨幂说了一句,喊麦歌,然后就开始各种对。自众粉丝也开始互私,就因为这件事,在微博热搜都上了好几次。 后来,央视节目焦点访谈直接点明天佑直播以及歌唱内容低俗。之后就惨遭各大直播平台封杀,综艺节目也很少有她的身影。混得也是挺惨的,听说最近她还开了个二手车公司。 生意挺不错的,并且转为主播的幕后工作人员了。天佑的那首一人我饮酒醉的歌词也恰好印证了她的人生。 辉煌时,说红颜我痴情笑,取动我情生妙。我轻狂高傲,我懵懂无知我只怪太年少弃江山我望天下。最后落得个千古罪名传家话,两年征战以白发。虽然混得没有之前的那个顺风顺水了。但是之前捞的钱还是够她花好多年的了。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